三个人被控前年9月在沙田一个商场外面参与暴动等罪 案件在区域法院开審 控方开案陈池说前年9月22号中午起 大批市民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聚集争取五大诉求 有人大规模破坏港铁站和商场设施 也都有人在好运中心外沿和路纵火和侮辱国旗 其中两个被告24岁受货员陈乐宜 23岁工程师周錦威被影堂穿着黑衣轮廊握着一把锤 另一个被告43岁地产经纪黄逸林 就戴头巾和穿着绿色衣 三个人和示威者去沿和路 期间有人焚烧路障 黄逸林涉嫌将小巴站站牌拖到行车道 和其他杂物堆在一起 又欲骂警方 警方近傍晚清场制服陈乐宜 周錦威在花槽跳出 尝试拉走陈乐而但失败 最终都被制伏 警方之后在他身上手出场约33厘米的锤 约20厘米长的锤和螺丝都等 至于黄逸林在警员警告驱散下拒绝离开被捕 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一罐奶粉 和在案发前大约20分钟的单据 三个人各被控一项暴动罪 周錦威被控多一项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 和阻差办公罪 暴先电视机者周俊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